當局明天開始將會禁止英國客機抵港 有英國留學生趕在今日回香港 酒店業說因應很多經預訂房間的留學生 不能暑假回香港 估計每間中型酒店將會損失過千萬 所有英國客機星期四起禁止抵港 最後三班航班今日抵港 很突然我原本是想著7月1日回來 公佈了新的開機之後 就掉了 所以機票掉了之後就回來了 改機票多少? 一萬多 昨天我才知道要改機 所以昨天才預訂回來 幸好我回到來 但我有很多朋友在英國不能回來 所以他們很慘 但幸好我回到來就是了 有酒店業界說事出突然 不少檢密酒店要向客人傳數退款 估計蒙受相當大的損失 明白政府的政策安排 但事前應該和業界好好溝通 如果以一間三千到四千個房間來講 如果普通的一間中型的酒店 現在它收緊大概是七百多元一晚 你可以想像到它可以損失 是數千萬以上的損失 你需要我們的時間 需要我們 突然間說不需要的時間 你可不可以和我們一個很好的協商 商量一些解決方案 減低我們那個營運上的損失 他希望當局向業界增加指定檢疫酒店的補貼差額 減少損失 無線電視機車周俊豐報道